电视剧大宅门 画剧人口 它有些经典 大家想必都耳熟能详了吧 但画剧版的大宅门 想必大家是第一次观看 这部长篇电视剧 是如何被浓缩在舞台上 又如何在舞台上 把她的儿女情长 爱恨情仇表现出来的呢 请大家耐心等候片刻 您问等什么 当然是等我们的主角 七老爷白景奇 这七老爷当初立下了一个规矩 每到夜里十二点钟 他就得亲自到门口 把总宅一拉 这大宅门里就漆黑一片 然后呢 他就带着两个仆人 点着灯笼 带着部院在群院里面 巡视了一遍 这头听耳听三听四听 一直到厨房院 上榜院 后花园 一边转着 他还得一边喊着 拉扎咧 各做点灯 小心火烛 七老爷现在上了年纪 没年轻时候走得那么快 他得一步一步的 慢慢溜达着过来 你们听 这七老爷他来了 他又喊上了